欣賞 大家午安 來 我們開始 我今天帶著兩國的書 待會我們要有獎勁答的可以帶個秀 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在六年 我大概來到美國 將輕一點左右 我在臺灣我來美國之前在高屬的高體重班中心 還有消防醫院擔任減重班的營養師13年 在這中間高屬縣市的衛生局 還有南區的國民健康局的減重班都15代 所以我大概16、7年來指導減重的人數 大概好幾萬 百萬左右 所以今天很開心可以來這邊跟大家分享這個主題 大家不要覺得說我並不想減重 這根本沒有關係 我可以用一個健康的角度來調和這個事情 那我在回到高雄之前 我在外方醫院也是做中中班 那在進到醫院系統之前 我在梅登宮待了三年 大家經過梅登宮嗎? 有喔 那知道梅登宮是做什麼的嗎? 美容 健身的 美容 健身的 還有跟別的答案 他們其他人有聽過梅登宮 都沒有 所以姐姐好善意 每次在小港的工廠 就問大家說有沒有聽過梅登宮 有 有有沒有聽過 我說那你們小港梅登宮做什麼的 美容啊 有做送燈啊 有做保養啊 然後就有一個人坐在最後面 他可能說騙錢 因為被登封的收費很貴 所以有人會覺得說 你要花很多錢 可是你不一定收得下來 其實說要收騙錢 我在簡中這麼長的時間 大家可能聽過說 有什麼東西是你花一筆錢 然後你就可以終身做課程 你一定保證收 保證班 通常保證到最後的情況是什麼 真的保證收 大部分都是這樣 因為他會覺得說 我明天再姐也可以啊 我還有時間 我還有機會 所以 妹登封是一個 好 每次都來講笑話 不過可能大家離開台灣也有段時間 所以這個笑話有點輕狂不激 那大家幫我笑一下吧 好好好 謝謝 那我在台灣也拿到很多的證照 我們把它跳過去 因為我知道大家很想要趕快帶著植物 然後因為我剩下半個小時對不對 我會盡量快轉在半個小時內把它講 好不好 這樣會 好 好 那為什麼要減重呢 在這個減重的路上十幾年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 為什麼要減重呢 健康 健康 還有方便 方便 怎麼說 胖的話不方便 對 為什麼不方便 太肥油了 太肥油了 講到這個 我記得 我在台灣的時候 有看到一個新聞 是講美國這邊的新聞 他說 有一個人 他過世之後送到火化 結果把那個火葬整個燒掉了 因為他有 好像有三四百磅吧 就是因為你本來用正常的那個火化的程度 應該是 就是燒完 可是因為他太多油了 所以就把那個火葬整個燒掉 把它濕落了這樣子 好 而且回房還可以 還會得糖尿病 還會得糖尿病 還有嗎 心臟負荷太重 心臟負荷太重 還有沒有 我好想下去 我可以下去嗎 這樣子我的電腦 把它放到這邊來 我就可以按上下一個嗎 我可以這樣子 應該沒關係 因為離大家太遠 我會覺得有點冷 太孤單了 這樣感覺比較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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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跟他來個門天 看他的營養師 好來 還有沒有臉 還有沒有臉 還有他們還有什麼東西 不好看 不好看 還有嗎 什麼病都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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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舉個例子嗎 而且也短瘦 從來沒有回胖的人是常瘦的 從來沒有胖過的人是常瘦的 從來沒有胖過的人是常瘦的 沒有回胖的人是常瘦的 對 還有 這個還沒有什麼 太瘦的 肺炎馬上上官 還是學子血糖 學子血糖 學子血糖 還有女生在這裡 還有嗎 還有嗎 等一下 不知道問清楚好了 現在哪裡 他們都要抄我 我都問我 我說我也不知道 還有嗎 他不是寫清楚 你別當中 太瘦了 太瘦了 太瘦了也不好 沒錯 太瘦了也不好 他們現在 他們會怎麼樣 還有怎麼我們學生 剛講的那些 他們關節也不好 對心臟也不好 對腎臟也不好 對肝臟也不好 對肝臟也不好 學生快不高高了 那我們來看看 這些是科學家列出來的 就像我們講的 都在上面對不對 你的心臟病 都要寫下去 都是別人的好處 而且80%的 給胖者可能會有代謝症候群 有沒有聽過代謝症候群 有 代謝症候群是什麼 代謝症候群 因為最肯定的就是 硬是我受不下來 因為我代謝不好 這是代謝症候群 喝水也胖 喝水也胖 是代謝症候群 他會變胎 便利也沒空 便利也沒空 便利也是代謝症候群 是嗎 大概要點頭 可以 現在有點不知道 不然我就不能在這裡 什麼叫代謝症候群 其實代謝症候群是一群症狀 跟有一點像幾點貼紙 有五點 如果你的腹部 你的腰圍 男生超過90公分 女生超過80公分 恭喜就得到第一張幾點貼紙 腰圍在哪裡 沒有啊 沒有啊 可是呢 你要不要在最細的哪裡嗎 不是 不是 那是在哪裡 腰下面 腰下面 突圍嗎 也不是 也不是 來 大家有沒有帶你的肚臍來 肚臍 有帶來吧 請查一下 看看有沒有沒帶來 有啊 肚臍都有帶來 松子頭有沒有帶 有啊 借我三根 找到你的肚臍 肚臍下面三指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所謂 醫學上的腰圍 其實我們應該稱它為腹圍 它跟你的健康有很大的關係 肚臍上面 肚臍上面 下面 下面 肚臍上面 肚臍多遠 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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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臍下三指 然後寫下來 不然等一下考試沒有答對不能回家 好 好 他們說腰圍就是你要最細的那個 當然啊 小姐都說18寸腰都是吸口氣 最細的嘛 不是 現在是你的肚臍下面三指 這個叫做腰圍 跟你的健康腰圍 放輕鬆就好了 不用刻意細心 不用刻意挺出來 放輕鬆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男生超過90公分 女生超過80公分 那你就符合第一項 叫做腹部腰圍 那高血壓的部分 大家看這個數字 我就不唸了 你覺得這樣子的 算高血壓嗎 沒有啦 沒有啦 醫生說這個還很正常 還正常 還正常 可是 其實他已經偷偷默默的 在傷害你的身體了 所以如果你超過這個範圍 你不用吃藥 西醫也會跟你說 你只要多運動 吃清淡一點 做點 做減減減重就好了 可是 你要注意 如果你超過這個 你就得到第二張幾頁貼紙 不用高興那個貼紙 你不能放大電話嗎 請問你說 你進來坐 要站那邊 要站那邊 我想說你這上面 要回大了怎麼辦 你說這個 我們等一下 沒有看到那邊 那個天氣有分幾個年級 那麼快 好咧 再來 功夫血糖超過大於100 這是糖藥病嗎 不是 還不是 醫生也說你不用吃藥 可是 當你功夫血糖超過100的時候 其實他也 偷偷的 在傷害你的身體了 所以如果有空想到胃板 你就得到第三張貼紙 好 那得到第三張貼紙的時候 你就屬於代謝症候群了 五個指標裡面 三個就有了 可是我們還沒講完 高密肚子蛋白膽不準 如果男生小於40 女生小於50 那你就得到第三張貼紙 好奇怪 為什麼是小的才得到貼紙 HVL 為什麼小的才得到貼紙 因為這是好的膽不準 他應該要高一點 我的高密度只要來膽不準 大概在100左右 所以 如果你的這個充血就會來得到 如果男生小於40 女生小於50 那你也要小心 你也要小心 好 應該要小心 高上來 所以一個叫做三張貼紙 如果大於85 那你也代謝症候群的指標 十一 好 在什麼客人得到三張貼紙了 沒有人 沒有得到一張貼紙了 在美國人 美國人都比較多 好 我以為台灣人很多 我想到大家換的一個地方 還是一樣 所以怎麼辦 好 我 都一直慢慢在傷害身體 那 我們來看一下 那為什麼 為什麼是代謝症候群 其實有5%是因為基因 有的人很瘦 可是他還是有以上的這一些 那是因為基因 可是 大部分都是因為你的 體重太重 或者是你的生活習慣不好 那 如果你有代謝症候群 你可能會進階層也是在高層群 你們知道什麼叫三高 高學子 高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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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別的答案 三高 這叫三高嗎 可是我以前學的不是 不是 我以前學的是薪水高學運動 開玩笑 不是嗎 還有 我在小港的工廠上課 他們說 三高是高田 高減高 高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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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三高 可是跟我們的健康有關係的是 這個高學堂 高學堂 跟高學堂 大家都這麼厲害 所以 這個是三高的 數字 那這些 如果你達到這個情況的話 醫師可能會接你 要用藥控訴 除了用藥控訴 有沒有別的辦法 可以把三高並進 是黑莫爾 是黑莫爾 沒錯 黑莫爾 白莫爾 也可以 黑莫爾 黑香菇 黑莫爾 還有 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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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用的 那我們還要繼續傳諾 三高會有什麼危險 四華 Arabia 四華 首個過比 除了這些還不平 結支很多很多 可是其實 學習的地方都忘了 三毛從哪裡測量出來 兩血壓 就是抽血液 所以 血流過的地方 通通會有無險 請問你哪一個部位血液流過 沒有 唉 頭髮 腳指甲 好 可是沿著頭髮的地方能夠協議 有啊 所以好 學生都會有 所以危險 那個你前一章是講到那個 沒有 轉到前一章 前一章是什麼 前一章就是那個 講到那個三高有沒有 對 有一個下面這個高直 高直血 這個要抄下來 這個抄下來 好 沒有要抄嗎 還是用拍照的也可以 對 這個網路上寫起來很好 或者是我在把這個東西 放到網路上 然後再交給盤阻 放到網路上也可以 好 好 謝謝 可以現在這樣用嗎 因為我們是怕的十六鐘很難 很難耶 很難耶 好嘞 往下齁 直接跳過這個 恐嚇大家的話我就不講了 什麼樣的比較胖 好 這場覺得自己胖的舉手 躲避我減肥 好 謝謝 覺得我應該要減肥的舉手 謝謝 這輩子都沒減過肥的舉手 這輩子從來沒有停止減肥的舉手 多月畢不是瘦子 這也是一個 他說 老師我要減肥 可是我看他 比我還瘦 像我從剛才一樣 我說 你要減哪裡 他說 我覺得我的手臂有點粗 腿也有點粗 我說你愛去運動 然後他其實不胖 他覺得胖 第二種呢 是媽媽帶著小朋友來 來掛號 說我們這一個太胖了要減肥 然後我就問這個弟弟或這個妹妹說 你覺得你胖嗎 媽媽有胖嗎 脖子比較壯而已好不好 好 可是一量 他的體脂能40% 胖不胖 胖 可是他來減效果好不好 其實不好 因為他不想減 那講到最後我就看一看媽媽 我說媽媽 你要不要陪這弟弟來上課 說不用啊 我不用減肥 可是媽媽的體型跟這弟弟差不多 所以每個人對肥爬的第一度一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來坐越方便有三種 一個叫BMA 一個叫體脂房 一個叫腿癢 那個叫腿癢 那個叫腿癢 我們剛剛講過了 讓他們記得是多少 腿癢的下面 男生幾公分? 九十 女生幾公分? 八十 不要用策 重力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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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可以來做研究 要不要告訴你怎麼辦 來 第一個叫BMI BMI的重力叫身體是這樣子重 其實我覺得這個病骨是非常的刻薄 因為他沒有用身高跟腦筋的訓練 所以我幫大家做一個 最近他的BMI 男生是22 女生是20 怎麼算? 心理用你的體重 我們這裡用磅對不對? 對 用磅 心理用你的體重乘以2.2 再乘以22或20 然後數100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 標準體重怎麼算 體重乘以2.2 你用磅嗎? 磅乘以2.2 就不能夠輕對不對 體重用磅 他乘多少? 2.2 乘2.2 2.2 然後男生乘以22 女生乘以20 這什麼? 這什麼?除以 乘22 乘22跟20 然後再除以半 這就是 你最標準 最健康的體重 可是這個不是很準 老實說 因為有人體重很重 可是體脂肪很少 有沒有這種體重? 超重 有 可是有的人體重很標準 可是他幾乎沒有體重 他體脂肪率很高 所以這種參考就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腰尾跟健康 和什麼關係 這個是小港醫院 那個 佳麗科的張家珍傳說 他們當作的病人 腰尾來做統計 發心腰尾越越大的人 得腾尿病的機會 是以非常高的倍速成長 所以腰尾並和體重 並和體脂肪 對各位來講 重要非常的很多 所以回去 然後把遲早出來量一下 腹尺乘22 好 腹尺乘22 腹尺乘22 這個我就跳過去了 不再恐嚇大家了 我們直接來講一下 怎麼吃啊 講半天 躺到怎樣才會變瘦 換一個瘦子的女孩 那要先切掉嗎 沒有啦 先想一想 沒有沒有你下次再想好 少吃多餐 我一天少吃一餐就可以瘦了 我去居餐吃到跑 沒有吃飽一點都可惜 其實我胖胖的也很可愛 健康就好了 我一定要減重 你有沒有這些想法 你有沒有曾經跟人家講這樣 明天再剪啊 明天再剪啊 最餐吃完再剪嘛 請問這句話從幾歲開始講 不要猜人家的謊號 老了就不會講 老了就不會了 那收下來會有什麼好處 動作靈活 動作靈活啊 動作靈活啊 靈巧啊 還有呢 雙一零比較好看啊 雙一零比較好看啊 還有 就不會有三高了 也不會有三高了 也不會有三高了 也不會有在心身後全對不對 問大家 你們認為三高已經開始用掉了 如果他用飲食跟運動 去改變他的生活習慣 有沒有可能有一天不用使用 有 有 有 這是肯定的絕對有 就有 反正動作弊 我會否會帶出 Juan соглас家 你選擇 以為跳過多很多 已經看三高連症 看帶線 assumed 身後穀的診 非常多年了 他瘦下來之後 他的腰物不但慢慢減少 甚至有大概三分之以上 後來都填掉了 後來都填掉了 西醫不是治病 只是後治病 怎麼樣才得 讓你自己身體變健康 只有靠你自己 看一下 好,来,所以应该怎么剪 多动 少吃,多动,有恒心 如果大家做得到高一的体重观众筋 就不用开下去了 就是因为做不到,所以才会这么好 那怎么办 恒心 来,换一下 你要多吃,要多动,要有同伴 没恒心,没关系,有同伴 但是你要选好同伴,不要选那个 每次都找你去吃炸鸡的同伴,OK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多吃 第一个要多吃你自己需要的 有散食纤维的,有看氧化物质的 有维色素化物质的 猜猜看什么东西 地瓜 地瓜,没错 还有呢 蔬菜水果 蔬菜水果,没有我的答案 来,蔬菜类 一天你应该要吃三到五碗 那一种碗 吃饭的饭碗 如果蔬菜你要拿花公来装的话 我没有意见 可是是熟的三到五碗 你有没有人吃够 没有 没有 所以你身体一定会选拔蔬菜 从明天开始或从今天晚餐开始 请你帮我 注意一下你有没有每一餐 至少吃到一碗蔬菜 你先不用管它 烹调方式 只要不是炸的就好了 你至少吃到一碗蔬菜 有种比没有好 你吃到了 你再来追求我的烹调方式 那你说蔬菜是适合吃新鲜的 不要去煮的是不是 还有我说熟的 要煮熟的 对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 一天至少三到五碗 每一餐至少要一碗 来,我们每一个人讲一种蔬菜 冰瓜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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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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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萝卜也好 苦萝卜 你帮他讲完什么 苦萝卜 甜菜跟 甜菜跟 冰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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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酥菜 就是刚刚脑中有一大堆蔬菜 然后我偷进去都要剪 不然大家说都不讲 蔬菜 菇菜 芹菜 還有呢 秋菜 蔬菜 还有呢 第一位老师讲的 菇类 菇类也是蔬菜 黑莹 黑莹 白莹 黑莹 白莹 黑莹 白莹 黑莹 所以自己做 豆 还有呢 豆 有什么 豆类是属于蔬菜 四季豆 豆芽 豆芽 豆芽菜 蚕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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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芋頭你轉 是 芋頭四次的意思 把它放到澱粉類 小芋頭呢 芋頭是不是 澱粉在澱粉 芋頭把它放到更新澱粉類 蠻瓜呢 山藥呢 鵝頭呢 秋葵 更新澱粉類 這些把它放到澱粉類 所以不用這些沒有問題 秋葵是什麼 秋葵是蔬菜 你用這些澱粉類沒有問題 可是你要拿著取代你的 你要把它當作澱粉來吃 你要把它當作飯 當作麵 也就是說我今天可以吃一碗南瓜 可是你就不吃飯了 這一餐裡面就不是麵了 了解嗎 你要拿這個取代 像我上一場人講 如果我說 老師南瓜到底是有助於糖尿病的控制 還是有害於糖尿病的控制 你對我看到傳奇 傳奇呢 傳奇下面讓你給一個人很容易吃 傳奇之有吃葉子好不好 那個東西我不曉得 傳奇之有吃葉子 你如果吃葉子OK 但那個東西我沒有人不曉得 所以我不能沒人吃 所以要隨便嘗試 什麼意思 傳奇之有吃葉子 傳奇之有吃葉子 如果你想嘗試做兩碗南瓜 它是重要 它是重要的 那就是大碗南瓜 來喔 南瓜到底有利於糖尿病 還是有害於糖尿病 南瓜 覺得有利有利 有利 應該有利 覺得有害 為什麼有利 裡面有很多營養東西 其實很多營養東西 剛剛裡面有很多啊 因為它是麵粉 因為它是麵粉 那它是油益嗎 可以增加糖分 OK 答案是 有害也有益 看你吃多少 如果你把南瓜拿來取代你的飯 那你三餐正常這樣吃 那OK 取代你的飯 就是我原本可能一餐 營養師叫我吃八分 八分滿的白飯或糙米飯 我把它換成南瓜 那OK 可是如果你說 哎呀聽說南瓜對糖尿病很好 你吃了一碗白飯 又吃了兩種南瓜 這太多了 那麼多飯就不行了對不對 所以每一種東西都有它的好的地方 可是你要知道怎麼去食用它 好 所以蔬菜一天三到五晚 今天晚餐就開始做 每一餐至少一碗蔬菜 你只要是兩個禮拜 你就會感覺到身體有不一樣的變化 馬鈴薯也是當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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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瓜也是當飯吃 地瓜也是 那蔬菜的部分就是 玉米呢 玉米呢 玉米是什麼 便粉 沒錯 來 隨後一天兩個 兩個什麼 兩個西瓜好不好 兩個西瓜好不好 兩個西瓜好 兩個西瓜 兩個青草好不好 還是 兩個農業好不好 兩個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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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需要的水果分量都不一樣 跟你的拳頭一樣 就看看你的拳頭有多大 你的拳頭有多大 你的拳頭有多大 你的水果就吃多少 一天就是兩個拳頭 兩個拳頭 兩個拳頭的水果 所以 以你的拳頭為準 你身體需要的量就是這麼多 所以你可以吃 可以吃兩個西瓜 可以 可以吃兩個西瓜 不可以 太多了 我們吃西瓜水分那麼多耶 不管 不管你吃什麼 就是兩個拳頭這麼多 好 再來 我們跳過去 因為時間的關係 再來就是剛剛講的澱粉 一天 兩碗到四碗 四碗 四碗 現在沒有人吃四碗 現在沒有人吃四碗 對 可是有的人 還是有人會吃什麼多 如果你一天 下午吃一碗綠豆湯 那是不是就看完了 對 一餐吃一碗 再吃一碗綠豆湯就吃就完了 一天吃兩碗 一天吃 我們都是兩碗 一天都是兩碗 不是一天 一頓就吃 不是一天 不是一碗 不是一碗 你是一碗 不是一碗 不是一碗 一碗綠豆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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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把它酸進去 他也酸 請你把它酸進去 請你把它酸進去 因為這個也是 願意糖類的來源 好 所以加個糖兩碗到 就不算 不算 哪有人吃這麼多 你可能都吃超過 你吃一碗綠豆湯 你吃一碗綠豆湯 有沒有綠豆湯 沒有綠豆湯 嚇死了 你吃一鍋乳肉 乳肉有沒有放糖 有啊 有啊 有放豆湯 冰糖 所以已經把它酸進去 好 再來 豆與肉蛋類 我們把這個類 我們把這個類 稱為蛋白質 豆 只有只一種豆 叫做黃豆 黃豆跟黃豆製品 才屬於這一類 然後魚 魚呢就是所有的水產海產類 都算在這裡 你一天是吃三到五份 一份多大份 雞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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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 來 手指頭 每個人吃的蛋白質量也不一樣 你的一份 就是三根手指頭這麼多 記得要合起來 打開沒有比較多 一餐 這個什麼一餐還是一餐 這個叫做一份 一餐 一份 那一天三到五份 所以一餐是一到兩份 一餐是一到兩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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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薄 堂寬 大小 職業人就是吃這麼多 應該沒有人的地獄是八歲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吃這麼多 所以我們就吃這麼多 那如果 那以於人家的青少年 請他要吃到九份 所以不一樣 那小孩子可不可以吃越多肉越好 不行 不行 他就是最多到九份 七到九份 十八歲以下七到九份 你們成年了 我們成年了 一天就是三到五份 一份就是這麼多 那有沒有什麼選擇的方法 像庫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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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吃肥肉還是瘦肉 瘦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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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手掌太多了 太多了 三個手指 三個手指 就一片 一片的量 一片的量 三豆子 一等子 三豆子 一分就三根子 那是 三到五分 三到五分 應該一個手掌 可能是兩分多吧 這麼一整個的話 是兩分多 那意思說 你不要吃這個九份 長番厚度 都一樣 長番厚度 你的手指頭 長番厚度 那如果你要很堅疼 很去算很累的話 就是三十五分 可是 每個人的這個大小 會有一點點的差別 所以以你的手指 不用很精準嗎 不用去趁那個情況 熱 你的手指頭 有時候心情好 想要多吃一點 就把自己放遠一點 看手指頭好像比較大 有時候想吃少一點 就手指頭也小一點 那是OK的 是有彈性 沒有絕對 可是一個原則你要知道 大概就是這麼多 吃多對身有夠傷害 有 有 吃少呢 也不好 也不夠 所以三到五分一天 好 好 來 水 一天最少最少 兩千五百CC 如果你要非常精準的去算 請用你的體重 如果你用磅的話 如果再次用公斤 用磅的話就是 你的體重乘以2.2 再乘以35 這個是你最基本 最基本需要的水量 最少最少要喝到這麼多 如果你希望自己瘦一點 如果你血壓高 如果你血糖高 如果你尿酸高 請再幫我家 讀傳到一千年 我再講一遍 我這個就是用勾基 所以如果你要磅 請用你的磅 乘以2.2 再乘以30 15 15 除以2.2 不好意思 除以2.2 再乘以30 我先除2.2 我估計2.2 我估計2.2 我這個是公斤 對我這個是公斤 所以你要用公斤去算 大概就可以 大概就可以 大概也可以 然後如果你有三高 或是你尿酸高 或者是你希望自己健康一點 請你再加500高的C 這是你身體需要的量 那溫開水平冷開水好 因為你的體溫升高一度C 你的基礎代謝就會提高8到13% 所以 喝熱水 喝熱的代謝變快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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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經常這一半便買那個水 那個小小 對 那是600cc 16盎司 那是幾cc 大概是600cc 600cc 像這個 對啊 這個可能更小 這個可能500cc 對啊 這個是500 這個16盎司 對 這個是500cc 45瓶 所以每天45瓶 6瓶 大概5瓶到6瓶 5瓶到6瓶 5瓶到6瓶 好 那有人就說 因為因為泡茶耶 對啊 每天喝熱茶喝多一點 不算 不算 湯喝好多湯耶 不算 我講的是白開水 這個茶怎麼樣不算 茶不算 不算 為什麼 咖啡也不算 咖啡也不算 茶也不算 湯也不算 也不算 不算 我講的是白開水 唯一可以加的 就是檸檬池 沒有 從來不可以加的 你會不會覺得 為什麼 那請問呢 含糖飲料 物酸水 是什麼意思 你可以喝飲料 你如果想喝 你的便本的口感還夠的話 你可以喝飲料 可是它不算水 你說什麼人 茶幹嘛不算水 什麼人 他幹嘛不算水 什麼人 水要多加500克千 湯一關在檸檬後面 糖尿病 糖尿病 你要放高的 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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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要多加500克千 那為什麼 剛才講這些咖啡茶 含糖飲料 不算水 對什麼道理 因為 水喝進去 要做什麼 才想一想 水的功能是什麼 水要幫你消化吸收營養 再來幫你排泄肺部 排泄肺部 所以你要喝乾淨的水進去 它會幫你把肺部溶結 變成腰液代謝出去 如果你喝的是湯 湯裡面有沒有它自己帶的東西 有 茶有沒有它自己帶的東西 所以它幫你代泄肺部的功能 就減乾了 而且 湯跟茶 通常會離泄肺部的東西在裡面 通常煮湯會是瓜裡 瓜裡也有泄肺部 那它會幫你的泄肺部 乾淨的水又要流向大海 誰幫你代謝對我 那像我們泡水的時候 有放一些什麼 狗芭樂的葉子 或者狗雞子 那個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只要水喝進去 它的功能是幫你溶結 在你血液裡面的肺部 所以你在外面先幫你泡了東西 要溶解其他東西再喝進去 它幫你溶解你身體肺部的功能 就減半幾乎沒有了 那你會說我一輩子也沒喝過幾次白開水 那你試試看 接下來兩個禮拜 每天喝這麼多白開水 去感覺一下你身體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 我現在可以先跟你們說 大概你才不會覺得很緊張 你可能前面一個禮拜你會覺得 哎呦我怎麼一直跑廁所 十分鐘十五分鐘二十分鐘 跑一次廁所 攻擊你 你的身體天降乾淨 終於流水來了 我好多肺部要快流向大海 所以如果你堅持你 過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你還是喝這麼多的水 你會發現你上廁所是說 開始減少了 因為你的肺部代謝差不多了 可是這個水要跑去哪裡 你的細胞裡面需要很多水 因為以前這個都是被肺部佔據的 它是很飢渴的 你的細胞很飢渴的 所以你舉試試看 你會暗向喝水 水會有一種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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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那麼多你睡覺 只要兩個小時就要出來 睡前不要再喝水 睡前二到三個小時 不要再大量喝水 你要從早上睡醒就開始喝啊 早上睡醒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 你知道嗎 我會開水 你會變胎 那一直喝黃金的蘋果 平常水沒有問題嗎 喝溫熱的會比較好 我們熱比較好 早上睡醒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喝水 喝水 錯 上開眼睛 哈哈哈哈 你先上水 早上睡醒第一件事情要先上開眼睛 還換怎麼喝水 讓你一起不好笑 來 所以你不是要早吃 而是要吃對東西 大家看一看這裡有沒有什麼意見 蔬菜三到五碗 鬥魚肉蛋餅三到五份 蔬菜一碗 配一份肉 一份肉魚肉蛋餅 酸鹼中和 你有沒有以前都鬥魚肉蛋餅吃很多 但是沒有吃蔬菜 所以你身體會有一些酸痛 會有一些精神比較不好啊 或者是你跟那些烏裂 因為你的體質是比較酸的 好 水果 蔬粉類 如果你的拳頭一個 剛好是一個飯碗這麼多 那請你澱粉就吃兩份 如果你的拳頭大於一個飯碗 那你的澱粉可以多吃一點點 OK 澱粉可以多吃一點點 如果你的拳頭大於一個碗 那你澱粉就可以多吃一點點 原則上水果跟澱粉 讓我們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它那個酪梨它屬於哪一種 酪梨喔 很不幸的它都在這裡面 酪梨屬於油脂類 酪梨屬於油脂類 那那燒醬酸的話 那個吃酪梨的話 應該吃多少 酪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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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酪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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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中就是吃的 所以你吃多就会胖 就像有人说 诶吃南瓜对身体很好 可以浴缝什么浴缝什么 可是它毕竟是垫的 你吃多的还是对你身体会有影响 所以你可以用待饭的 例如说我以前吃精致的面条 那我现在把面条换成南瓜 那是好的 可是如果你吃一碗面 又吃一碗南瓜 那就不好 好 我们要很快的把它结束 所以有一些东西 叫做有变满的物理 这些东西呢 最好最好是拿来送给你讨厌的人 因为它吃了就是让你 以最快的速度变满 好来这位宝贝带下来 这些东西不要吃了 最好可以不要吃 一命过节吃一下 我们试着可以 可是你要知道 它对你身体的伤害很大 它就让你合成脂肪最快 好 那这边还有更多其他的 油脂加电的 喝起来食物 那这一杯 这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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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真的是好吃的 我还有很多东西要给大家看 所以 来 这是我93公斤的时候 我不胖啊 不胖吗 很漂亮啊 好 你俩拉加额 真的好 好 好 那瘦下来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对 有什么好处 清晓 漂亮 你现在怎么那么窍窍啦 现在 现在看这样 那是我啦 我妹妹也是长这个样子的地方 我这个时期 是学校的篮球队队员 怎么会 每天的运动量 非常非常的大 我一天大概至少运动五个小时 所以请问运动可以让你变瘦吗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一定要先用饮食控制 再来增加运动 你才可以真的变瘦 是 OK 所以一边都说 我吃了那块就去运动就好了 永远不急 举一个例子说 纠结干货 一个蛋黄酥多少热量 快足了 三到五百卡 好 请问你要运动多久把它消耗掉吗 哪 两个半小时 可是那个蛋黄酥里 都花多少时间吃 一口 你没有必要喝到就吃碗了 对不对 你吃完蛋黄酥里会去跑 不跑两个半小时吗 一口 我才会相信 吃完蛋黄酥再自己的柚子 对不对 所以 你想要吃你健康 最最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先几口 但是运动还是不能少 因为他会让你的代谢坏 会让你的代谢不吃 所以 我以前最爱吃糖黄酥 我一个礼拜一个民用前 几乎八千多次拿去拿黄酥 所以不好成这样 那那个是空缆不存在反处的 非常很精神 有血管有没有吃 来 来 那我们看几个案例 这个先生 他瘦了三十七公斤 要八个月 好 那他的处事我就会讲 这个照片看 我让大家早点回家 这个是我们开记者会 这个是我们开记者会 他是为了小孩的关心 医生跟他说明他不减肥 就看不到你女儿结婚 为了这个事情 就很快结婚 你们要听故事 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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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们跟他就可以一起 一人一只脚进去 好 他的故事是什么 糟糕好 我记得 好来 他会怎么会 他其实是我们高一的 一个牙医师的先生 那他会怎么想要减重 其实他一直过得很好 他太太也不觉得他怕 他从小到大的时候很好 只是 打呼应越来越严重 他太太跟朋友妈睡觉 因为他不是呼应整个晚上 他是呼应呼呼停下 有呼应可以停下 这个叫做 睡眠呼吸中止症 有一部分的人 这样呼应呼停下 就会有在呼应 对 好 我现在就很难心 就叫他去看一生 看了之后呢 就建议他开刀 可是开刀之后 有八成的自发率 得办 看了很多 他决定 那还是减重好了 因为医师说 你不减的话 你可能看不到你女儿 你搞不好睡一睡就走了 那他为什么会碰成这样 他跟我说有一个故事 他跟那记者会说 他以前 非常非常爱吃炸鸡 爱吃披萨 爱吃那些东西 他爱吃到什么程度 他来跟他说 你不要再吃那个垃圾食物太胖 太减肥 所以跟他打勾勾 约定这一个月都不要吃炸鸡 他说好 他答应他老婆了 那这个月不吃炸鸡 可是有一天 看到电视广告 实在是忍不住啊 好想吃喔 就问他女儿说 妹妹很想吃炸鸡 炸鸡 炸鸡 妹妹说 可是妈妈说 你不能吃炸鸡 就妹妹你想吃都可以走 我去买炸鸡 就带了他女儿 就去买一桶炸鸡粉 那女儿一直念说 你不可以吃炸鸡 所以他女儿吃了一块 那就一个人把那一桶吃光 然后在他太太下班回家之前 把那一桶炸鸡 长钱 丢掉吧 吃光了 然后每次业精丢到外面去 然后还吹电风扇 不要留下味道这样 爱吃到什么程度 可是当他吃到炸鸡 背后的故事之后 他就再也不会想吃炸鸡了 所以其实很多食物 背面都有故事 有机会我们再讲给大家听 所以怎么样去找他一个方法 大家说 诶好吃东西都在那边 可是 如果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好吃 也许你就不会再那么想要吃他 好嘞 再来 那个年轻呢 中年有没有人可以解 有 四个月解十公斤的大有人在 也不止这三位 半年解十二公斤的年大有人在 他也是很要命 后来就不用吃药 好 再来这个先生 从138公斤 减到90公斤 他也有很有趣的故事 然后瘦下来之后多帅 你看 看他以前的裤子这么大大件 好 好 那这一个 这一位先生也是 他是瘦下来之后 胖胃膏血压的药物体 有没有变得一个人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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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变得一个人 那这一位小姐呢 因为她 在上个礼拜才达到这个53公斤 她在我还在高音的时候 就是我的学生 后来捡到大概70 因为我离开高音 她也就离开了 那在四个月前 她参加我的现场捡动 因为有人在这边 可是还是有服务台湾的学生 她也只收到43公斤 她给我这个照片 其实太像她 大家可以单略看一下 我的书里有她以前90公斤的照片 她以前90公斤的照片 所以完全变成一个小姐 好 那讲这么多 其实大家可以醒来 因为我们可以回家了 讲了这么多 就是要跟大家讲 控制你的嘴巴 是维持你健康最好的方法 OK 好 那我们要提 动起来 哎呀火痛 还要动起来 你刚刚讲的那个呼吸停止综合症 看到那位新大夫啊 就把我爸爸一直病治了 哇太好 很厉害 很厉害 所以有个问题是想发抗你吗 发抗面疾问其实也是炸 其实她是在医院里头给吸力弄断的 真的是很救抗 好 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说 参加这个检测班之前 需要先跟医生讲过吗 停掉之前 要 你参加检测班 你不用先跟医生讲没关系 可是你要随时跟医生保持检测 不可以自己停掉 因为医生要回去追踪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你在回诊的时候 医生可能会说 你的数字好像最近降的太低 或是怎么样 你可以对他 如果已经是要很长时间 可以说我现在可能要减重 那我要开始控制饮食 所以如果我有什么样的情况 我可以自己检测 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应该要做什么 可以跟医生讨论一下 参加检测班 那如果你是 如果是参加检测班 我一定会帮你做这个调整 你的食物 一定会跟其他学生 没有吃到什么样子 还是会 那如果可以的话 你在外面上这些课 还是要跟医师 或者是跟这个 例如做营养师 或者是 举个例子 可能我不知道这边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减重的单位 你可能要跟他讲 我有再吃哪些药 请他帮你去另外再调配 好 那要问其他问题 通常市面上有人 有在说 芭蕉水啊 边界什么样 对 对 嗯 理论上来说 可能会 但是 没有科学理据 没有科学理据 没有人去 说那个水好的人是谁 麦 麦 麦 那你要相信他们也感觉很好 例如说 麦炸鸡的跟你说 吃炸鸡的 炸鸡好吃 炸鸡好吃 那他有一件 那个是 喝红酒 红酒好像都去 Try的话 但是他 糖就会有很多 红酒 红酒 因为这上酒 酒的话如果你没有 另外去加糖 那应该 一定是没有什么糖分的 可是 酒精本身 就会有热量 一公克的酒精就有其他 所以 而且酒精代谢完之后 就是直接转成脂肪 他的代谢的这个 到最后 他就是促进脂肪和尘 那你说 那他有脂肪可以和尘 有啊 酒精本身就有热量 所以七公克的酒精 就会变成你身体的脂肪 而且 谁喝酒不配下酒菜 那多的是脂肪可以和尘 好 还有其他问题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五种淀粉类的食物 来 地瓜 山药 马铃薯 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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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芋豪 玉米 芋豪 芋豪 有没有答对 有 有 恭喜 男主 mayor Board 如果现在已经想過了 下一题 可以metro 也可以回答 没有关系 但是被我输了 太厉害了 下一题 所以,刚刚会不会太简单? 太简单 太简单了? 不会喔? 有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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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说这一条上桌 好 好 来 有任何可以告诉我 五种 可以健康受下来的方法 这个好像比较难一点 好 好 多喝水 多喝水 好聪明喔 多冻 饮食正确 怎么样饮食正确就可以讲三个 蛋白池 是多少 三道五碗 三道五分一天 你说三道五分是大家希望可以吃三道五分 三道五分一天 三种呢 蔬菜 蔬菜多少 蔬菜也是三道五分 三道五分 再一个 水果 水果 两个圈套 对不对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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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在演书搜寻我的名字 可以看到我的粉丝页 你可以讯息问我是OK的 那如果我们因为事件的关系 就再开放问题 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